2-2 指数与对数函数图形 第一题 如图 已经知道呢 下面这4个函数图形 那要比较ABCD的大小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 干嘛1 这个图形Y等于A的X次方 第二个图形是B的X次方 第三个呢 是C的X次方 第四个是D的X次方 那我要知道ABCD的大小的话呢 我把这个次方不要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A了 所以我用X等于1带进来 所以Y就等于A 那第二个呢 一样带1进去就会得到B 好 第三 第四个CD一样 所以我就一直知道 我只要用X等于1跟图形相交的点 就会得到1A 1B 1C 所以我只要在这一个题目给我的图形上 找到X等于1这一条直线和图形的交点 那这边呢 有点小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把它画得比较放大一点 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是Gamma3这个图形 所以呢 是1C 然后第二个高的是Gamma4 所以呢 是1D 再来这边呢 在电脑上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可能要用课本 仔细放大地看 好 那第三个呢 是Gamma1 所以是1A 最下面这一个呢 是第二个图形 所以是1B 好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最大的是C 再来是D 再来是A 再来是B 再来是B